中东大混战加剧!美石油霸权如一盘打破响! 毫无疑问,中东最近的日子不好过,一直处于战乱悬窝的中东国家始终难以看到和平的希望。 近期以色列出动大量战机轰炸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并且轰炸的规模比较大,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重视,导致9名伊朗军事顾问死亡。 当然这不是伊朗军事基地第一次被炸,只是这次时间点比较敏感而已。 根据报道,伊朗西部边境的基本几个弹药库也遭到了伊朗库尔德武装的袭击出现了爆炸。 毫无疑问伊朗成了中东漩涡的中心。所有的军事对抗,归根到底都是利益对抗。 中东富足的石油储备,与孱弱的国力,决定了这片地区对抗的残酷性和持续性。 中东新一轮对抗的源泉来自美国金融资本,美国需要寻找机会控制中东石油,掌握石油的定价权,因为很多美国资本投资了美国石油。 根据报道,2019年年底美国石油产量跃居世界第一,石油出口也将跃居世界世界第一。 对于长期依赖石油霸权的美国来说,怎么能允许石油定价权不在自己手中? 当然除了金融资本的主力,美国还认为石油是扼杀中国的一个砝码,中国石油半数依赖进口,特别依赖中东和伊朗石油。 在美国的设想中,经济上让中国依赴美国,军事上用武力压制中国,政治上策动周边各国与中国大战300回合。 以色列一直武力袭击伊朗,美国又撕伊核协议,内外交困的伊朗只能开始武装自己,武装就需要石油,但是伊朗石油生产并不听从美国的,这严重影响美国使用控制大战略。 美国不需要一个减产的中东,也不需要一个增产的中东,美国需要一个听话的中东,一个能随住美国指挥棒起舞的中东,所以美国要动刀伊朗,其实背后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 美国就已彻头彻尾的大流氓。流氓什么时候跟你讲过信用搭?中东一众小兄弟,雷弱的身躯怀抱金色的黑娃娃,或黑色的金娃娃,心怀各异,不挨打天理难容,挨不试,是没理难容。 不过有一点也是比较可喜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美国本质,开始自觉地反对美国。 据报道,日本、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中国等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按照美国的要求,禁购伊朗石油。 很显然美国号令天下已经遭遇了多国围堵。 大国瞩目中东,中东的日子不好过啊。可怜的中东。可怜的伊朗。伊朗不会屈服的。 中东应该抱团取暖,也来个去美元化。保住自己的石油,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别互相伤害了,那样,就会被美国各个击破的。 大敌当前,必须一致对敌,才能捍卫国土安全。 与其成为卑微的奴隶,不如奋其反抗,今时不同往日,有中俄的支持,伊朗放手干吧。 以色列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大以色列,没有美帝的扶持着简直是吃人说梦。 以色列没有能力占领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财力达不到。 以色列的国力无法支持一场长期战争,离开了美国经济援助,以色列甚至不能支撑一场短期战争,更别提大规模修建定居点。 台湾自从蔡英文执政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决心和大陆对抗到底,逐步推进隐性独立,在分裂国家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有能力实施移武巨统,蔡当局加紧推进进攻性武器系统计划。 据环球时报7月13日消息,为实施台海军自造潜艇项目计划,台湾国防部和美国军火承包商正在对全球六家公司提交的潜艇设计方案进行评估,这六家公司中有两家来自美国,两家来自欧洲,还有两家分别来自日本和印度。 目前台海军共有四艘潜艇,当年从美国手中买来的两艘爷爷级潜艇,是全世界仍在使用的潜艇中年纪最大,最古老的潜艇,没有之一,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 另外两艘来自荷兰的海龙、海虎及潜艇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要说作战能力,还真有待商榷,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台分裂分子的心病。 蔡英文曾口吐狂言称,面对中国威胁增加以及中国努力阻止台湾海外采购潜艇,台湾将建造自己的潜艇。 在2016年年底,台军方就预谋自造潜艇,拟耗资30亿美元建造8艘常规彩垫潜艇。 去年3月21日,蔡英文到高雄所营海军基地,出席台海军,台中科院与台船三方签署潜艇建造被忘录以示,台自造潜艇计划正式启动。 台方一旦拥有了有效的水下作战能力,将提高台当局反制大陆的能力,大大增强分裂分子的信心。 大陆和台湾对立越严重,获利最大的出了台分裂分子,就是美国。 急助台湾可以牵扯中国的精力,从而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巩固美国霸权。 今年4月份,特朗普政府批准以商售行事,允许厂商出口台湾自治前停所需的而无能力自制的装备和技术协助。 但是台方要获得潜艇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台出售潜艇本身就是一件非法勾当,政治意图明显,必然会遭到大陆的强烈反对。 虽然台方积极争取获得潜艇或者制造潜艇技术,但是由于国际形势一直未能达成所愿。 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布希宣布对台军受发搜常规动力潜艇,但是由于美国已经停产常规动力潜艇,而且要价太高,台湾不得已放弃购买计划。 为了获得潜艇这个对抗大陆的资本,台方已经是并级乱投一了。 此次参与竞争的六家军火公司,有一家甚至是来自印度的公司,媒体称被网友笑惨。 印度军工制造业早就名声在外,2005年印度从法国引进鱿鱼级潜艇生产线,结果花了12年才造出一艘潜艇,为了升级一艘击落级潜艇,印度斯坦造船公司又是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任务,比俄罗斯造一艘该型潜艇的时间还长。 最近,印度国防部和印海军还在为两艘击落级潜艇的升级事宜超个不停,印度海军都不相信印度的能力了,台当局居然能够找来印度寻求帮忙,真可谓是瞎子点灯白费啦。 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打出南海排炒热地区局势,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立火中取締。 为了达成目的,美国隔三差五就派出军舰和战机到南海耀武扬威,企图为个别国家的冒险之举壮胆。 而经过激烈斗争,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善意。 7月12日,台湾网转述印尼亚加达邮报的消息称,印尼国防部长李亚扎尔德此前一天表示,南海局势得以降温,我们需要保持这一势头,以维护共同利益。 我们必须感谢中国释放的善意,以及合作维护亚洲区域安全构架的意愿。 长期以来,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幌子插手南海事务,在岛礁问题上拉偏价,只要中国有风吹草动立即大肆炒作,而对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其他国家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年以来,美国先后派出卡尔文森、罗斯福号航母到南海要舞扬威,搞得地区局势鸡飞狗跳。 面对美国的挑衅、威胁,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智慧被激发了出来,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各种恶势力展开坚决斗争。 当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甘当美国马前组,一意孤行挑起南海仲裁案闹剧后,中国在国际社会展开针锋相对的乏理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派出海间力量赴南海折法,声张对南海九段线以内的主权,并充分发挥基建狂魔的悠长,在南海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波自然造岛的神力。 最终,南海岛礁被改造成便于生活,适合战备的战略支撑点,发挥注定海神针的作用。 虽然中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无可置疑,同时在南海地区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我们并没有以仗拳头大便大打出手, 而是充分考虑到主权争议的历史诚因和复杂性,始终坚持最大的耐性和善意,采取谈判的方式解决南海争议,得到了周边国家充分认可。 谁是南海和平的中流砥柱?印尼防长的话,便可见一斑。 如今,包括和中国争议最多的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当事国,均一致统一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这些国家显然也看清了美国的险恶用心,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帮助美国火中取缔。